分手了還可不可以當朋友 我覺得分手後是可以當朋友的 但需要清空彼此對彼此的渴望 要先確保這件事情之後 就可以當朋友 嗯 同意 你剛剛不是這樣說 好 我先分享我的 我覺得為什麼分手還可以當朋友 因為其實你們曾經是最熟悉的人 為什麼要當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覺得每個人來這世界上 就是在學習很多不同的課題 那我跟這個另一半 我在他身上彼此要學會的課題 已經彼此學完了 我們到下一階段了 我們就一定要跟上一階段的人說再見 我覺得這不一定是絕對 所以分手後還是可以當朋友 但是如果分手後彼此要用在一起的時候的那種相處模式 去延續你們之間的關係 這件事我覺得必須先被處理 我們今天有一位反向代表 可是有一點誤解就是 我跟這位朋友已經沒有了 沒有那些情侶被做的事情 我們是在一個 他是我朋友 我們交流電影 我們交流我們的感想 很純粹的 那我要怎麼知道對方的方向 跟他的可能上號密碼還是我的生日 這個我沒辦法去控制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 但如果你發現 在這個相處中 我已經感受到他跟我們是朋友 但是我們還是有 還是有共同的興趣 共同的朋友 那我們有一個 有一段距離 有一段 他覺得 我覺得適合 但我覺得他也覺得適不適合距離 我覺得抱歉很好 那為什麼你會對階段關係會有最大的反感 但當你發現那個人 他的密碼還是你的生日的時候 你會假裝沒看見 還是內心有什麼想法 我當然有看見 那這個實際上的故事是 之前就是維持這樣密碼 那現在也是這樣密碼 那我相信很多人在不同平台 都會有不同的密碼 那這個時候可能 那個時候設定密碼是我們有關係的時候 那只是沒有更改掉 那又或是一種 只是一個沒有意識的習慣而已 而並不是他特別改成我的生日 暗示我什麼 就你覺得這已經不代表什麼 因為如果有的話 你剛剛說如果前男友對你還有 所有感覺 會感覺到 那我現在沒有感覺到 所以我很放心的問 很輕鬆的問他說 又沒有這件事情 又沒有這個東西可以分享 那你看到他的密碼還是你的生日的時候 你會去改變你跟他相處的方式嗎 就是因為不會所以我才會問 因為要是我我會 我會 我不會忽視這件事我可能會直接問他 你為什麼還是我的生日啊 你不改嗎 我會正視 這對情侶之間的灰色期待 把他講開 那如果在這個講開的過程中 我覺得他對我還有一點點期待 那我會 短時間不跟他聯絡 我覺得我沒有那麼限制 就是他或是我自己 我是這段關係都變成一樣 所以 我只管好我自己 我沒有 再跳到他的 說你是不是還對我 你是不是 如果是要這樣 我覺得人生會 太累 太沒有辦法轉出在我自己 就是 譬如說 突然有一個人對我有點緊張 那我會照顧他的情緒 突然有一個人對我有好難 我要照顧你的情緒 你是不是對我怎樣 我要才確定我們關係的發展 太累了吧 我顧好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到的家人 嗯 光顧家人 剛剛你說 光顧家人跟家人關係的轉 就已經夠穩了 我要顧這些 過去的戀情 是不是又變成 是不是又持續在 這題蠻值得大家 繼續辯論下去 因為這個 完全沒有對錯 對不知道是男生女生的還是 這是 每個人都會有 不一樣的 選擇 我覺得這跟男生女生沒有關係 這個跟選擇比較有關係 對 但 這可能就是愛情有趣的地方 因為你沒有辦法把它歸類為 這是對的或這是錯的 所以愛情才這麼迷人吧 但是是不是下次身邊有朋友出現這樣的話 不會用死者的方式 我是願意 某兩個 某兩個詞會 是不是有一家 居酒屋也叫 那兩個字 對 去標籤畫 這樣的行為 都是這樣的 大家有猜到那兩個字是什麼呢 是不是你該說 水字包 茶字包 第二個字 甜蠣 沒有以上的 猜猜猜的 所以我們要在這時候跟你說聲道歉嗎 不用不用 我覺得 你要標籤 因為我們標籤畫 但是我不會打畫上 你要貼我可以 但是我一走出去風吹 他就不要 就是對我 對我其實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有些人對這些表現會有影響 我覺得 沒有我覺得 你貼了我 我就一直往那邊去 我就會變成這樣的人 所以不要亂 貼了 他這麼不在意 沒有 不是很在意 因為他還沒走出去 沒有 你貼了一個會在意的人 那個人 說你憂鬱症 一直貼著 他就會越往憂鬱症走 吸引力法則 就是這樣 嗯 但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吸引力法則 如果你一直是用這種 生活邏輯在 在你的感情的人際觀點上面 也許 屬於你的那個證源還會 很難出現 這個也是一個屬於你自己的吸引力法則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又可以反過回來 你所謂的吸引力法則 而且我覺得 我們會開啟這個討論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發生在一個 對你來說曾經很重要的人 他是你的另一半 他也許本來很有機會成為你的家人 但為什麼要 在這時候好像 關係沒有繼續之後 你就把他 分類成 他又不是我家人 我只要顧我自己就好 但他曾經是一個你很親密的人 也許你要為他多想一點點 這樣子的灰色地帶 是不是會讓他走不出去 迎接他下一段連親 就我同意 就我同意 這是剛剛我們開啟這個話題 我們意見上面有分歧的一個開端 不是說 每個人都要去只為別人想 而忽視自己 而是這個人 他對你來說 他不是別人 是一個曾經對你來說很重要的人 你在他身上彼此都曾經 學習到很多東西 去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 那也不能說 喔我學完了 我就趕在那邊走囉 以後我就只顧我自己 那你怎麼想我 那是你的事 我覺得這個又不能這麼的 非黑即白 這其實也是一個灰色地帶 這樣做的 也有可能 你有沒有想過 我也是肉 我也是 有感情的人 我也可能會因為問了什麼 而在進去 有什麼 而在受傷害 這也是一個 某種 我先自我防禦的方式 我沒有再問 欸怎麼會這樣 然後兩個人在晚上十一二點 又開始在那樣 那我們會選擇 就這樣練習一定有 他有覺得不 可能 有原因 對我也同意 那這也是一個 我沒有想要在 在昨天十一二點 再踏入 再討論 我也怕受傷害 我也會痛 所以我才說 那為何不先 緩下來彼此的怜氣呢 已經有再緩 明報告 已經有再緩 已經很緩 很緩 但是為了一個帳號密碼 因為這個如果說是 又 又要穿針影線 縫在一起 這個如果說是 這一個月剛分手 剛發生 然後我突然問了一個 絕對會播起很大臉 這已經其實是大概 兩年三年在 好像 對啊 三年三年了吧 對啊 兩方都是成熟的 我覺得現在 在我覺得是 欸 怎麼發出一個 心虛的笑聲 好啦 這一題我覺得 很值得討論 也從來不會有對錯 每個人解決的方式 當然也都不一樣 但 那都一定是自己的 思考過 之後才做出 絕對沒有隨便 或是他的感受吧 對 所以 至於親情 我覺得最難的就是愛情 大家晚安 你們今天過得好嗎 有沒有好好愛自己 跟自己聊天啊 有時候跟身邊的朋友聊一聊 好像也會 更清楚知道自己是 什麼樣的人 晚安 今天就要問我要 之前到底是誰 寶寶 我 有那個 我 過 是 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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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